《新疆维纳斯》爆亲密影片的《银撒娇床上思语》 中国女星孤丽娜扎有维吾尔族血统,生来就有张恨血儿的精致脸蛋,出道早期被称为《新疆维纳斯》,她曾与男星张汉交往,因据少离多分手,最近网路流传她就读北京电影学院与前男友的亲密视频,影片里疑似孤丽娜扎的女生依偎在男生怀里,用撒娇点声说, 我特别美,特别善良,特别温柔,特别会包容人,然后特别成熟。 看背景两人应是躺在床上,小俩口般的正边叙语。 网友看了这段私人影片,一部分人表示致是长的像孤丽娜扎并非本人,不过都齐声谴责若男方是将影片外流的人狠扎,而影片里的男生也被人起底是微博卖衣服的红人谢思雨,传她与娜扎是同学,大学时期曾交往,现在已结婚生子,影片则是她在朋友圈发出,之后外流的网络。 鼓励娜扎与谢思雨目前未出面证实传闻,也没对影片做任何回应。 。